这个担打包天的混蛋 这个吃里拔弯的东西 把人养狼马 亏我还把他当人宰 好啊 既然把主意打到老子的头上了 那就休怪我对他不客气了 李小文 李小文 爬了 李小文 你这是什么意思 李小文 你自己投靠拔弱也就算了 居然还跑到我这儿找军火来了 你到底打什么主意 李小文 你听我解释 你还给我解释 带走 李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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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子 要让老子逮出机会 老子弄死你 做梦做吧 这儿没你说我的份儿 我是国军正规军的连长 论军功论资历 论天论地 怎么论不到我 在这个院子里 你最好搞清你的身份 是 我爹娘是不在了 但是我永远是你的大少爷 你从小是吃我们家粮食长大的 你有什么资格命令我 我错了 吴队长 之前的事都是我不对 我想继续留在武功队 跟你们一起打鬼子 跟你们打了这么多次鬼子啊 看到你们不顾生死 一字死把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变成可能 我觉得特过瘾 我很佩服你们 我的大商业要走了 真的倒舍不得 看你 队长 队长 你为啥事要让绿燕山回归去了 你为啥事要让她回去 你 她是个军人 想回到自己的部队 这个很正常 她不晓得会变成啥子样子了 什么意思 队长这些长官 长子都是九七十八围里 他们一共都信不共 队长 她是对我熊 但是她就是个寡兮兮 她是个紫充兮 她疼不过我里心了 她就这么回去了 插个笔啊 小伯儿 无论你走到哪儿 我们都是中国人 是一家人 是一家人 就不分阵营 我们只有一个目标 就是把鬼子赶出中国去 我记住了 部分阵营目标一致 大鬼子 为中国千千万万的同胞 报仇 别动 李总 想通了吗 想通什么 想通了你这前程 是做一个前途无量的国军军官 还是给这把鲁混 把你这辈子的前程给毁了 李总 属下明白您的好意 可是属下认为 打击侵略者 哪怕是战死沙场 这才是男儿真正的归宿 跟着拔洛军 打了几场投机取巧的仗 你就认为那是抵抗侵略者了 我们严守防区那就不是抗日了 刘修伟 你不会不知道 我们的防径后面有多少老百姓 如果都像你这样冒进 让日本人突破了防剑 将会有多少老百姓刀殃 刘俊 我知道我们任务的重要性 但是属下跟巴鲁军在一起这么久 他们打的仗 绝对不是投机取巧 怎么不是投机取巧 就凭巴鲁军那些人 那些武器装备 能和日本人正面对抗吗 亏你还是个炮奔连长 你告诉我 巴鲁军列感炮都没有 不靠独具取巧靠什么 报告李作 没有大炮 可以靠智取 可以靠跟鬼子拼命 武功队的武器装备是不好 但是他们的战绩 是实打实拼出来的 属下亲眼看见 他们为了跟鬼子拼命 抱着手榴弹扑到鬼子墩里 跟他们同归于尽 我们国军有勇士 他们巴鲁军 也有许许多多的勇士 他们都是英雄 都是好样的 你呀 这人凶我不可刁眼 吕作 现在讲的是国共合作 您怎么还有这么深的门户之鉴呢 吕作 我想问你一句话 如果没有巴鲁军武功队 在敌后的活动 拖得鬼子筋疲力尽 我们的防线能这么安然无恙吗 要不是日本人顾及我们的部队 那巴鲁军的根据地 早就被鬼子扫荡光了 所以我们要抛开门户之鉴 只有京城合作 同心协力 才能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去 委员长说过 让外必须先埋美 你忘了吗 属下认为 委员长的话 说错了 你好大胆 不管巴鲁军还是国军 我们都是中国人 都是老百姓的兵 我们只有一个敌人 那就是日本鬼子 吕作 这么大的一个中国 如果不是我们窝里斗 日本鬼子能打进来吗 秀啊秀啊 你就是吃面花长大了 我以前以为你心软 可是你的耳朵根子比心寒软 你是不是让巴鲁蛊惑的 都忘了自己是谁了 如果巴鲁军的蛊惑 是让我吕修文打鬼子 那我吕修文接受这样的蛊惑 你受了巴鲁的蛊惑 到了我这儿来动摇军心 把我的军火 拿给巴鲁军去打杠 我给你一夜的考虑时间 如果啊 天亮之后你还想不明白 你就等着上军事法庭吧 把他带进来 吕修文 上次日军袭击你的阵地 你下落不明 我问你 你为什么不回营 我这不是回来了吗 第一 你没有及时回营 反而和巴鲁军武功队在一起 这就是叛逃行为 枪命一切都可以的 第二 你现在回营了 居然鼓动我的军官 和你贩卖军火支援巴鲁军 亏你们还是军人 听了他吹了几句牛 就替巴鲁军摇起大海 丢不丢国军的脸哪 亏不亏对 咋不对你们的培养 吕修文 你还有什么话要说 报告旅长 属下认为 作为军人 在今时今日只有一个职责 那就是抗日 属下在巴鲁军的阵营里 进行的也是抗日活动 现在想支援军火给巴鲁军 这是支援友军 不是子敌 因此也是抗日活动 我没认为我错在哪里 我看你是吃了撑河铁了心了 你不怕上军事法庭吗 如果一心抗日也要上军事法庭的话 那我无话可说 那我就撑下了你 把他押下去 叫军事法庭审判 没想到我吕修文 没死在小鬼子的手里 却死在了自己人手里 带上去 让 这些人无法无奸吧 这些人无法无奸吧 报告里头 营埃有人求见 说是巴鲁军的五队长 谁 葛姓 大部分粮食都被藏了起来 我已经派人四处寻找 保毒故地形复杂 恐怕很难 粮食的事情我已经知道了 既然中国的老百姓这么狡猾 我慢慢地跟他们算总账 江南军 清剿鲁南根据地的命令 已经下达了 太好了 我们有了秘密武器 就能速战速决 中国的老百姓 不是喜欢为巴鲁军存粮吗 当我们清剿了根据地 那巴鲁军的粮 就是我们的粮 铁军 能够大规模使用秘密武器 这一仗我们必上 千天军 这段时间我们屡屡受挫 但是要记住 我们的肉体可以败 但是我们的精神永远不败 大日本帝国必上 你就是巴鲁军的武队长吗 你就是巴鲁军的武队长吗 何旅长好 我叫吴忠义 我听说过你 过去是巴鲁军独立营的营长 现在是武功队的队长 您听没听说过我不重要 重要的是 我们现在都是抗日战线的人 吴队长 你们到这儿有何贵干呢 何旅长 我们队长这次是专程 来向您表示感谢的 我都不知道我做了什么 还让巴鲁军来感谢 感谢国军派人来协助我们 有了他的协助 我们才能取得刺杀牧村旅 打下日军司令部 袭击日军军列 策划矿区暴动 阻击日军收粮等一系列战绩 我相信 这是出于何旅长的运筹帷幄 也是何旅长 对抗日统一战线的诚意提醒 您说的这个人是吕修文吗 正是 吕修文 吕连长和我们一起 端过日军的炮楼 混上了日军的军列 在众多日军面前刺杀了牧村旅 何旅长 我得到消息 牧村旅被刺杀这件事情 日本国内的报纸都有报道 我今天来就是想说 若是没有何旅长的无私帮助 派出吕修文这样的得力干将 我们的计划是不可能成功的 吕修文私自叛逃 并且鼓动其他国军军官私运军火 我已经准备把他送到军事法庭了 何旅长 将这样的一位抗日英雄送上军事法庭 这件事情要是传出去 何旅长会很被动吗 我有什么被动的 吕修文违反军纪 我何某人秉公处理 我有什么被动的 牧村旅被刺死之后 新闻界已经知道了这个消息 日前上海和重庆的新闻界都表示 要派记者前来采访 这次吕修文是大功臣 也是本次采访的主要对象 要是记者们知道了 他被送往了军事法庭 何旅长 你是说有记者才怕 重庆的记者都已经动身了 听说还邀请了一位美国记者 叫什么怀特的 还有美国记者 何旅长为了抗日大印 抛弃门户之间 共同策划刺杀牧村里这件事情 我们是一定会跟记者讲的 何旅长 吕连长虽然违反了军纪 但他也是异性抗日的热血男儿 如今这个非常时刻 是不是要多看看他的战功啊 就凭你这几句话 我就轻而易举地把吕修文给放了 那何旅长您打算怎么办 那就看你的诚意 何旅长需要我们怎么做 才算拿出诚意呢 我刚得到情报 日军要建一个秘密仓库 我是有心要把这个仓库端掉 但是日军盯我盯着实在是太紧了 交给我们 把日军能完成 攻打日军司令部之前 我也没把握能拿下他 可后来不但拿下我 还一把火烧了他 好 你把这个任务完成了 我就把吕修文交给你 不行啊 何旅长 要完成这个任务 我得先向您借吕修文 您框我呀 何旅长 执行这样的任务 吕修文的日语 可是一把戾气 记者报到何旅长攻击的时候 何旅长不想再锦上添花吗 好 我就把吕修文借给你 谢谢何旅长 快点 这次多亏了你 真没想到你能买 看看都谁来了 小四川 想我了吗 想了你 你得不晓得 我好点心意啊 幸亏老子生气了 只把你救出来 以后你就不是人 我对你练成了啊 小四川 就说人家旅连长现在不是连长了 那你轮不着你说吧 拼音啥都轮不到呢 我也算是神经悲哉了 就你们两个来了 天亮号和其他的武功队员 在里面喊不着齐笛 武队长送我了 要是把你咬不出来的话 那他就带你当过门 且创监狱把你给救了出来 武功队 谢谢了 武功队长 武功队长 你现在才晓得了吗 规矩你那些长官 都不是那啥子好东西 你要跟老子一样 我回去了 就是啊 吕修文 以后别老想回来了 跟咱们一会儿多好啊 下次可就没这么容易出来了 我回去了 对了 武队长 那如果咱们这么说的话 我算是比女人上线特胜给命 那这么起的话 我就应该领导他 用我这个聪明的老口 来领导他这个瓜西的老口 啥子啊 是 我晓得 你咋可能听我的吗 你这个瓜西的老口啊 还是要武队长这个聪明的老口来领导 挺滑头啊 兄弟 欢迎回家 兄弟 回家 走 走 走 这么说 渤海所说的这个秘密仓库 一定就是这个军火库了 鬼子就要动手了 他们要对鲁南集中地区的抗日根据地 进行大规模的集中扫荡 渤海同志得到了这个情报 也是经历了艰险的斗争 差点暴露了自己 我们绝不能辜负渤海同志得来的这份 来之不易的情报 眼下形势非常紧迫 我们的根据地还没有完善 就算是现在转移 大批的伤员还有武器储备 都得花时间呢 鬼子要大规模的进攻 最需要的就是武器 根据情报 宝都库地区就是他们的兵工厂 老吕 你马上联系武冲业 让他想尽一切办法 找到这个军火库 尽最大的力量托出敌人 让他再为我们的根据地 争取出一些时间 是 准备发报 好 根据地的新任务 大家都听明白了吧 明白了 前段时间我们的游击战 有力地牵制了敌人的兵力 打乱了敌军的战略部署 为根据地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高旅长让我代表他 代表组织 感谢大家 接下来 我们要面对的是更艰巨的人 根据情报证实 暴毒故 的确有秘密仓库证明会上 但是我们安插在敌人大明的同志 也不知道秘密仓库的具体位置 那我还是算了 反正现在旅店 真的不得再回去了 跟我们副工队的事情那么多 为啥就要去给他找一个仓库呢 这个仓库不是普通的仓库 它对日军很重要 是个军火库 我们必须要捣毁它 那你要想捣毁的话 那先肯定要遭到弃神 咱也说了这么个仓库 哪个小队 他仓库哪个卡卡过后退的哦 不好找就不找了 那鬼子还不好打呢 你别抗拾了 我假意见得不对行啊 我 我现在也是 武工队的队员 武工队来不开会 那每个人都要唱所预员是呀 唱所预员是对的 小四川 说说你有什么建议 好啊 小四川 那你快说 我们都听你的 那还是先听好旅店长各位 才福利晚 我的意见 先找陈祖寿 连渤海都不知道具体的位置 陈祖寿能知道吗 总得试试看啊 要不然 我连仓库的边都摸不着 仓库说得对 我去找陈祖寿 秘密仓库 我 这个我是真没有听说过呀 我兄弟 不是我不妨你啊 实在是 我连听都没有听说过这个秘密仓库 会不会是谣传呢 不是谣传 这是可以肯定的事 陈长官 这个秘密仓库 非同小可 我明白了 吴秀 你看五兄弟来了 你也不让我沏杯茶 陈夫人又来打扰了 可别这么说啊 咱们都是自己人 是是是 来 喝杯茶 坐下 坐下 好 好 好茶呀 是老君梅吧 五兄弟是杭家呀 这是我亲戚从湖南老家带来的 喝着怎么样 不错 不错 萧儿啊 我和五兄弟还有正事要谈 你去隔壁王太太家 打两圈麻将去 人家五兄弟都没让我走呢 你倒是赶我走了 你们的事我可帮过忙的啊 别以为我听不懂 萧儿 我不是这个意思啊 不是这个意思 行了 行了 我去厨房先忙着 晚上吃包子 你看 行 你们先聊啊 好 好 五兄弟啊 你说说 那田有盛的事 你们就瞒着我 其实我早就看出来了 你和喜妮 就不是那么回事 你和李医生才 对了 上次在田家村 看到的也不是田有盛的鬼魂 是他本人 对不对 算起来 我也为你们八路做了不少事 你们怎么还是信不过我呀 陈长官 坐着说 坐 坐 陈长官 你别误会 这件事我们确实没跟你说实话 不过都是为了田东家的安全考虑 他为了掩护大家装死 这是要冒风险的 这种事知道的人越少越好 陈长官 我相信你能理解 没想到 这有老鼠胆子的人 连俩还英雄了一把 说实话 我们也没想到 田东家和悉尼的死 我们都很难过 武功队能做的 就是更有利益的打击鬼子 那照你这么说 日本人口风这么紧 那这个秘密仓库 肯定得是个大家伙 所以我们要干掉它 总不可能 不露出一点蛛丝马迹吧 陈长官你想 一个仓库需要派兵守卫吧 那些守卫总得吃饭 仓库里的东西 也得调动名副来搬运 这些事 鬼子总不可能做到密不透风的 现在仅仅知道有这么一个仓库啊 这仓库有多大 这里面装的到底是什么东西 这些一概不知情啊 怎么能知道 日本人派多少兵力把守呢 再说 我平时 就根本没留意过呀 陈长官 我想请你帮忙打探打探 打探 怎么打探 是 司令官阁下 司令官阁下 清想 最近出了很多事情 我这里忙得都不可开交了 我们就要向路南抗日根据地开拔了 没有什么事 就不要来打扰我了 司令官阁下 好事 大大的好事啊 那你说说 阁下 前些日子 土拔路使了阴谋诡计 不是让村民老百姓藏了粮食吗 粮食 这次的粮食 我们收上来还不到两百十 因为这件事 我已经狠狠责罚了前天 这就是你说的大大的好事 是 属下知道 司令官阁下这些日子 正在为这件事情忧心不已啊 所以这段时间 属下为这件事一直奔波着呢 这村民老百姓虽然没有了粮食 可是乡下有不少大户 他们手里头有存粮啊 秦下 中国的事 还是你们中国人最清楚啊 你 继续说 属下花了好大力气 去动员这些大户 主动地向皇军捐粮 你看 原下 这就是 那些捐粮大户的名单 目前任捐的粮食 已经有一千两百十了 一千两百十 这足以借我们皇军的燃眉之急啊 秦长 这次你可是立了大功啊 愿为皇军效劳 这是属下应该做的 司令官阁下 属下想问一下 这粮食怎么运送啊 运送吗 属下心想 这么多粮食要是集中到一块 被八路要是知道了 少不得 又得打这些粮食的主意啊 万一出了什么事 那可就糟糕了 因此属下觉得 化整为零 反正这些大户 也是分散在各个村子里头 直接从村子里 把粮食运到该聚的地方 第一 节省时间路上 第二 这安全性也大大地提高了 有行 秦长 你办事果然是周到夕职啊 全盟司令官阁下栽培 为司令官阁下分休解纳 是属下的本分 粮食怎么送 回头我会给你一个分配的方案 秦长 是 这次就由你来负责 如果需要帮忙可以去找前天 多谢司令官阁下 今天阁下 这里就是二号层 规模和刚才您施查的一号层 是一样的 这里同放的帝国的毒气弹和重型武器 还有两个再建的仓库 存放其他的军事物品 我可以带入你业里参加 今天就不必了 我要赶回司令部 这段时间辛苦你了 工程的制作实在 还有 这个秘笔军火库修剪得很好 这里就全交给你了 你也做到 眼下拔路活动猖獗的神出鬼没 还烧了我们的粮 这个军火库对于我们来说非常重要 这个是我们掌握 鲁南地区的核心储备 公主明白 吴兄弟啊 这粮食的分配方案 我已经拿到手了 你看一下 你看 能不能派上什么用证 好啊 多谢陈长官了 这不是互相帮忙吗 你们武功队这几仗打得漂亮 小鬼子蹦得不了几天了 你看我这里 陈长官放心 你现在也算是有功之人了 你的功劳我会向上级报告 就算我武中一死了 也有人会记得你的功劳的 兄弟 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 你得好好活着 将来那还得飞黄腾达呢 是吧 至于我这点事吧 就算是我沉默人的一点爱国之心 还算不了什么 好啊 好 陈长官我多问一句啊 这些大户们是心甘情愿地捐粮吗 那替鬼子封关许宴 对我来讲就是轻车熟路啊 绝无逼人捐粮之事 只是可惜了 这一千两百十粮食啊 便宜了小鬼子了 要收获就要有付出嘛 让大户们捐粮 总比鬼子抢老百姓的粮食要抢 况且咱们这次的付出 也是为了狠狠地打鬼子 莫兄弟说得是啊 这样一来 我和陈某人也觉得我这一次 是积了不少功德呀 那当然 那当然 陈长官以后一定要多多积德 这样才能多福多寿 一定一定 一起多福多寿 多福多寿 你们都看看 这个粮食分配计划里面有什么奇求 矿区 对啊 鬼子要挖秘密仓库 矿区可不就是最好的地方了 就算调集大批民夫 外人也只是以为是挖矿 何况那儿本来就有一些废弃的矿洞 沿着挖进去 就是天然隧道 而且交通也方便 矿区有铁轨 小鬼子想运送什么东西都很方便 也好打掩护 咱们怎么早没想到这一点 很多事情没想通之前 看上去是一团迷雾 想通了 就觉得每件事都合理了 可是矿区这么大 怕是不太好找 有低头蛇领路 我怕找不到 吴大哥 你找我有事啊 低头蛇来了 什么低头蛇 你们三个琢磨着骂我呢 谁敢骂你啊 我们推测出鬼子秘密仓库的地点 真的 在哪儿啊 你看看 就在这个粮食分配计划里面 我又看不懂 你直接说吧 鬼子要往矿区 运四百十粮食 运四百十粮食咋了 我们跟矿区打过很多次交道了 鬼子在哪儿有多少人 为什么要运这么多粮食 你是说 鬼子在矿区不止这么多人 对 既然有这么多人吃粮食 那那些人都藏哪儿了 所以我们要请你这个低头蛇出面 挖出哪个地方 最有可能是鬼子的秘密仓库 找我爹去 我让我爹把所有人都发动起来 只要这个秘密仓库在我们矿区 就算它藏得再深 我们的人也能把它挖出来 这小鬼子的事情贼啊 真把这个秘密仓库 建立在我们的矿区这儿呢 你不说我还真想不到这儿 铁塔当家的 你得好好琢磨琢磨 鬼子的这个仓库 最有可能设在矿区的什么地方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 那矿上的事你也知道 你们看 到处挖的全是洞 真是小鬼子找个洞挖进去 做秘密仓库你还真不好找 不过你放心吧 我这就吩咐下去 把弟兄们撒出去找 小鬼子想在我的矿区里捣乱 这回我就让他知道 马王爷为什么三只眼 你看啥呀 赶紧吩咐弟兄们 仨人去找去 赶紧吩咐 千天阁下 您找我 大娘的 大娘的 又没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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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 我在那儿 我说能找的 它指定能找的 来来来 你在哪儿呢 这儿 这儿 鬼子派了两个小队在这儿守着 轮班的 白天黑天都不断人 你哪撂卷子呀 大家的 我说你是猪脑子呀 这不就是个矿井吗 一天到晚出矿石呢 你怎么不都弄脑筋呢 那不有鬼子守着呢吗 有鬼子守着就是秘密仓库啊 那这么多矿上都有鬼子守着 那哥们都是秘密仓库呗 兄弟 你得找有鬼子戒备 但是又不出矿石的地方 你想想 那是个鬼子重要的秘密仓库 附近一定会有人封锁 不会让人靠近 要是你都能走到矿洞附近 那说明肯定不是 明白吗 你听听 你听听人家武队长说得多好 一说我就明白哪儿像你 就会了绝了 你 再说我踢死你 我告诉你啊 我可夸下海口了 如果找不到丢我的脸 你们一个个都给我当心点啊 快去找去 我去 还急眼了 我接到小泉司令官的命令 让我协助你 我想问问下一步的行动计划 陈三 你有什么吩咐啊 哎呀 阁下 那我是怪什么料 您还不清楚吗 我怎么能指挥阁下您呢 这粮食到底怎么运 还得是阁下您说了算啊 既然是这样 你是不是担心拔洞又来洗机啊 那 当然了 阁下 我那保安团的兄弟 虽然对黄金忠心耿耿 可是 我手下弟兄们的战斗力 那还是差了点 如果没有黄金的帮助 我是真有点不放心哪 这点请你放心 陈三 我会派我的部队协助你的 那就 多谢阁下 来 难道我们的推断有误吗 大灯家大别着急 这不正找着呢 哎呀我这帮帝云文哪 是光能吃饭不能干事 都是一帮猪脑子 你想让他们找到 那是不可能的 大灯家大 小鬼子又不是神仙 他们还能把仓库建到天上去 只要这秘密仓库在矿区 一定能找出来 在哪 哎呀妈呀 大灯家 累死我了 你别哎呀妈呀 我这腿都要累蛇了 你找没找到吗 没有 没找到你回来 还去去找去 那像武队长说 那那地方没有 那没有就不找了 出去找去 那你没有啊 你让我咋找啊 我问你 我问你 这矿区里面 戒备森严的地方在哪 我看了 你去想把那里面 太帜了 όly 肉纣 他跳过 到哪里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有多少风浪 不灭我的信仰 有多少风浪 来到故乡 乃和拆浪大乘伤 荡天眷远 万老多远 赵家远奉学 一身风霜黄铁光奔的狼 胜利是无非逼方向 不顾前方 有多少风浪 不变我的信仰 燃烧的故乡 一人如此伤患 爱如何抵抗 炸了希望 能我攒期盼 奉献我的爱 只要我生命奔放 不再留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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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